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些民主党左派报纸的报导 说民主党人都绝望 基本上已经有消息不知真还是假 说他们内部有信息是否要开放选举大会 但阵前逆岁有什么人更换呢 如果跟民主党程序也不容易 不容易 要等待他8月的代表大会 兼且 那你快要选择 就不能拉他下来 只要有其他人说我想选择 去挑战 到时初选他赢了 所以代表人是不是要投票呢 到时代表人就会转了之前的承诺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拜登发呆 说话咋 说话咋 不是啊 我们有很多老友记 都仍然认为拜登是做得很好的 没所谓 今季他呆几秒就算少了 平时一分钟 最好是特朗普说 我回看他说 其实我不知道他回答什么 我尝试回答 他真的不知道呆了 是啊 真的很麻烦 接着CNN的民调 是 67-33 是CNN CNN CNN 可能已经有些水分了 可能是70-20 即是说哪个胜负 是的 好 我们会说 今天有很多美国的事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形势 最重要的 我觉得 我也没跟阿正夹过 什么都不是 什么中国经济问题 什么都不是 什么对孩子 什么都不是 什么杀日本仔 还有个Bobby 什么傅老容 那个女婿 那个欧阳真馬 那个欧阳真馬 拍戏就拍戏 这些人 我对他的印象 本来也没什么特别 没有所谓 甚至乎有些取向都没有所谓 但是我认为 你问我 最关键最关键 都是今年 美国大选 不是说 选了 谁上来 就可以改变一切 但是 至少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正义 什么叫正义 常常有些人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正义 永远都必胜 事实上 永远都是必胜的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人 都觉得自己正义 在做那件事的时候 是吧 希特拉都觉得他很正义 是吧 我们委大主席 我说毛主席 不是说亚习主席 都觉得他很正义 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做这些事 所以他们 无论哪一部分的人 achieve到他们的成果 都是正义勝利的 最后正义也是勝利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是有些规矩的 譬如说 选举 其实现在美国国会 我今天也会说少少 因为我一直看这些新闻 其实 基本上 就算那些媒体 如何不报也好 有时候有些人 要避开这些信息 有些人说 媒体不报 那些国会死的 那些什么死的 你要明白 他连那些国会 甚至乎法院 都掌握在那些人手上 所以 是比较难些 去刮出来 就不是不爆 老实说 其实现在 好像爆了出来的那些材料 阿正 我想你有看的 譬如说 有人有作证 前宗中情局的人 作证 我们之前的代理局长 收到 布林肯那些信言去改 那些 然后就说 纽约邮报 说 亨特拜登 那些电脑是假的 那现在就证明 那些电脑不是假的 那些已经有中央 其实你简单说 这个证据 加上民调 就显示 即使有没有投票 那些你不要管了 如果不是那些媒体 这样去 盖住亨特拜登 当日的东西 根本就不会出现 周拜登会赢 这个选举 那些其实 我们当时 我和你看着 都已经觉得很多 还有一万样东西 那些人都坚决 不承认 他不承认 其实我欲紧不是因为 有人 即使 特朗普赢不了 而欲紧是说 这个民主灯塔 竟然是这样 然后大家是事不见 那麽 那麽 这麽 那麽 沒得搞的 因为民主这件事情 甚至乎 我们看到很多亚洲国家 甚至乎 制度就在 但是 其實原来你真的很有 紀律和信仰 信仰 你一定是忠教 信仰 我相信,他肯遵守遊戲規則,你才能夠保護到,如果不是, 出骯髒招,再不是,用軍事力量,最簡單的, 扭曲民意,行不行?當然行! 於是我認為,很重要的是, 今次的選舉,撥亂反征,甚至放在特朗普上來之後, 他可能要放很多時間在國內, 不要說什麼,我認為重要的是,對付那些所謂的深層政府,或者那些聯邦的湧員, 那你的世界又會怎樣呢? 事實上,你最可怕的就是,如果說回四年前,永遠不知道,但是我仍然相信, 如果四年前,特朗普做的,現在很多事情都不是這樣發生的, 那些人見證,美國一定不會有選舉權務,為什麼一定不會? 你以前不會有選票戰那麼厲害, 其實呢,我聽回一些美國, 我們網友說, 其實美國呢, 是每屆選舉都有舞弊的, 或多或少,但是就沒有去到那麼誇張、離譜的, 你想想, 喂, 共和黨的點票員被拒絕進入點票站, 喂,這些, 人家做了那些細章,上國會hearing了, 喂,這樣也可以? 好了,我們先不要說那些, 我們說最緊要的就是, 今天是6月28日, 明天是6月29日, 那明天呢, 今天竟然有網友打電話來, 喂,明天的網聚會怎樣, 去補了名的, 那因為我們通知, 原來有些人沒有開Whatsapp, 那應該我們確認了, 因為我們只是接收了50個網友而已, 竟然是一個小型的聚餐, 哇,但是獎品真的很豐富, 那如果真的我要是拿出來, 每人有三、四份獎品, 價值是一千多二千元, 我是全部截了, 喂,我真是混蛋了, 我是截你們財老, 哇,大哥,幾個水吃一頓飯, 喂,五百八一頓飯, 我收你們六個水, 撿兩盒東西, 我收50個位置, 我要給60個小, 自己公司也要的, 喂, 原來還給那麼多禮品, 不能賺錢, 這個是我, 我真是混蛋來的, 我真是,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無謂, 每人有少許獎品, 每人都有的, table price之類, 有些快要過期的糖水, 他就拿給他們, 快要過期? 就算過期也不緊要, 其實我真的想跟大家說, 其實網友都知道, 特別是日本東西, 我們就不賣了, 一到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賞美期限, 但是賞美期限, 其實不是過期來的, 賞美期限是他說, 在這個期之前是最佳, 就不是過期, 但是其實那個最佳, 他都出得很短箱, 我們經常 complain 日本仔的貨, 他只有半年, 他出得, 一兩個月, 那我們放了兩三個月, 其實就是賞美期限過的, 沒問題的, 我不會賣過期的, 你放心吧, 派完明天嗎? 不會派完, 我也不會, 我只有99元便宜, 也不知道賣多少, 好了, 因為我們的客人知道, 凹凹冬的東西, 那些雪凍的東西, 我就沒有的, 說真的, 你膚疹了, 你零下十幾度, 你放50年, 你都不怕, 你不動它, 50年不變? 其實真的不怕的, 是事實上不怕的, 譬如有些, 我講過很多次, 如果保溫得好, 你在魚山店吃魚山, 基本上100年後, 你都可以用來做SASIME, 你知道當然有心理上的, 但是你不知道, 幾十年是很普通的, 那些不要說, 明天, 如果報名的朋友, 準時6時半, 我們未必準時, 可能7時半, 阿東說他會招呼你們的, 放心, 我也放心, 我剛才跟他談過電話, 想了點子, 不如跟他發展一個團購, 幫助他, 怎樣團購呢? 因為阿東現在有些, 我們有些客人覺得麻煩, 我兩夫妻去吃, 最少四個是不是很煩? 人家未必能夾到, 但如果團購便宜一點, 譬如一個月一次, 原價800, 現在500, 這樣說, 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阿東那些運作, 你有三五十人左右, 他就能夠開到, 就算你團購都, 如果你說, 我只有兩個人, 原來成本只有兩個人, 那他開來做什麼呢? 這樣的情況, 我們打算跟他看看, 會不會這樣幫到, 現在要互相幫忙, 當我看到, 以為他最硬正的, 牛角, 牛角, 排隊了, 都要收拾幾間, 當然未必是直接的牛角店, 但是,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大家出去吃飯, 我真的很難想像, 他們的人說跌三分之一, 因為, 當年三分之一記住, 不是說2019年的三分之一, 是已經接受了2024年的生意, 的常態之下, 再跌三分之一, 但是我慢慢出街, 包括有時候我去旺角, 我也會行走的, 真的會走開一輛車, 我看到那些餐廳, 鎖敦道, 百家事街, 雲重街, 那些冷檔, 八點幾、九點, 一台客, 一台客都沒有, 那些火鍋一台客, 阿正你走回家, 有時經過, 竹檔一台客半台客, 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說, 600元一餐那些, 連避火都不知道該怎麼避, 街房生意,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避, 所以, 其實你說前天屯門那單, 企圖含家產, 就是黃先生, 都臨色那些炭, 我想是去臨色的, 我又明白他們那個絕望的心情, 可能已經借到盡了, 親戚朋友, 企圖拖到, 媽媽不認得, 不知道了, 但是, 還是, 都要大家想多些計算, 是吧, 好了, 我們明天就是這樣, 星期二日就是6月30日, 星期一就是7月, 7月那天我們當然沒有節目, 土一如往常, 但是我們照常營業的, 就是11點到晚上8點半, 11點到晚上8點半, 都是我們, 就是7月的時間, 如果沒有訂去, 可以上來買東西, 支持一下, 入會都可以的, 入會都998元年費, 給你1000多元的貨品, 一向都是, 我們有張黑卡, 張黑卡有沒有用呢, 就來有用了, 發唐了這麼多年都沒有用, 就來有用了, 我們現在在部署一件事, OK, 南華早報報道, 他就說, 暫時就顯示不了, 本周, 即是7月1日, 會有什麼威脅, 不過, 沒有什麼威脅, 都安排了4000警力,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 在7月1日, 即是主要地點, 去部署, OK, 4000那麽少那麽夠啊, 那相對是少了的, 因為以前是八九千一萬的, 是的, 凡親這些日子, 還有, 消息人士透露, 當日警方可能會, 對穿著煽動服裝的人, 進行監控罪搜查, 更加有機會, 即是用國家安全條例下的煽動罪, 去告辭, 去作出拘捕, 那怎麼回事先?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 你呢, 我就覺得你這些報道是廢的, 我看南華早報, 我看警方, 我上個星期, 不是7月1日, 又剛才在石門, 穿件, 都被抓了 香港人都很聰明 我不覺得你只是在這個日子工作 第二 何為煽動服裝 究竟何為煽動服裝 還有 他們也提醒了 你們不要戴口罩FDNOL 因為FDNOL 其實就是Five Demand 然後N代表什麼 Lowerness 即是五大訴求決一不可的英文 Five Demand 老實說 我不是問 之前我看過一下 我都不記得 其實第一次理你的時候 我猜到是有些古怪的 我都沒有想到它是什麼 只是想到Five 那些我都不太知道 想一下Demand 但NOL我就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總而言之 我英文不要緊 不要戴口罩 算了 再不是戴Hello Kitty口罩 不要出街 不要出街最好 最安全 或者回到大陸可以 你回到大陸可能會穿煽動衣服 戴上這個口罩 我不是這樣說 即是據說 可能都沒有東西 我也是不知道 喂 大佬 沒有啊 不說的 說是勞氣 其實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都沒有說不能做的 那你就明白吧 究竟哪些是為之煽動衣服 黑衣服算不算 你想一下 說黑衣服也可以是 因為你不敢做 我不要害怕 你橫眉冷對千夫子 現在我隨時說 虎手今為如此牛 又行不行呢 明天我真的整件白衣服 自己寫的日子 橫眉冷對千夫子 虎手今為如此牛 看看有沒有事 另外消息說 任何不尊重義勇軍進行曲的人 都可能會被拘捕 報道說 至少有四個不同的團體 會在尖沙咀等等的地區 揮動五星旗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活動 由於人數是少於50人 就無須跟警方申請 看看是甚麼團體 如果我們去申請 看看是否我們去搞甚麼 有沒有違反國國法國的國家 那些我先不要理會 尖沙咀等地區 那些是甚麼呢 我覺得真的不要出街 如果不是我走過去 我原來不知道 他在太子 他一嘟嘟嘟嘟嘟 我是不是要打下街 屌你這樣點穴 這樣 立即這樣 這樣 就好像是拜登這樣 還有 不是啊 那我是不是要跟著唱 是 如果我 因為我國語不好 大家明白我的國語 審不孝馬 我怕被人騷擾 我唱小聲都在假裝 噢 連他罵你 又被人騷擾 不夠大聲 我害怕 我害羞 等於 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們校制班 有些音樂比賽 臨到上比賽 已經是臨到比賽 可能操了一個兩個月 都不懂得歌詞 有些呢 就在後面 同學的後面 貼著歌詞 有些真的不懂 說幾句 手掌 不是啊 再不是那些環境 一定是這樣 是 動口 小聲一點 這麼大聲 你不懂得唱的 無緣無故 你經過他旁邊 你會不會又立即 哭了 很激動 我不會 我不去 我走快點 我走快點 沒辦法了 最好還不出街 我怎麼知道你在哪裏 你先拿去等地區 你突然間 哭了 我來了 那我怎麼辦 我唱出來 別人笑我 我唱得不好 譬如我大大聲唱 走音 或者不對 不是走音 咬字不正 你又抓我 那怎麼辦 奪壁呢 奪壁我又不會的 好了 大家收拾吧 7月1號 我們都 如果以前 那些 又在做樂隊 現在你想到 那些 什麼法舖店 Eprint 那些 做Banner 做牌 那些 生意都少了 以前這些環境 還不是在那裏 製車仔 又籌款商 那些交商都買幾個回來 其實 有什麼問題呢 這麼多年走了 還贏得一個 什麼 世界公民最好的質素獎 好了 鄭雁豪 連續第二年出席立法會 沒有什麼特別說 沒有什麼特別說 他首先就多謝 立法會議員 傳票通過 基本法23條 其實一個議會要傳票通過 那一件事 是很醜的 我覺得 但是有些國家就喜歡 真的顯示萬眾一心 大家很支持 但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 那是有不同的意見 是必然的事 好了 好了 那麼 他說 他說 鄭雁豪 你懂得什麼呢 他說 40年前中英聯合聲明 港英當局單方面改變了很多承諾 其實他改變了什麼承諾 你極其量就說他 BNO 不可以給居留權 人家 但是其實正式去研究 講法例 我不是講道德 他都沒有破壞他們的承諾 因為他不是給你BNO去移民 他是給你BNO visa 你們那幫有BNO的人 你可以申請可以不申請 而且一定要去到五年 再加一年才能取得到BC 如果他直接說 香港人有BNO的就換BC 雖然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他就是不遵守他的諾言 你說他Break就Break 他說 中央政府的承諾 對於香港的承諾 從來沒有變過 對香港極盡眷顧 是不是眷顧 他認為是的 他真心認為是的 好像現在提高大陸遊客 來港澳 免稅額15000元 他認為 我們給你東光水 他真心認為是這樣的 他認為 那時候金融風暴救過你 他認為 他認為 不是啊 金融風暴是甚麼 打大惡啊 他認為 他們真的說說說說 真的相信 老實說 我們現在不是12歲嗎 當曾蔭權死亡嗎 第一 第一 我們不懂得說那三個東西 真人權利三個 那時候 你有錢嗎 那八年 你有錢嗎 即是說些話 即是不臭米氣 都不要緊 他說現在香港的問題 大致上是這樣 是沒任港督團定康 肆意給香港謎下 滿地政治地履 他就沒有說說現在香港問題是這樣 但你無緣無故這樣說 其實就是 即是 將現在假若有 不好的東西 就是因為去埋下地雷 而我們 已經是極盡眷顧了 好想幫你們 那你們不要眷顧我們 我覺得 股市大了 我們不要眷顧 你不要眷顧我們 直接你不用眷顧 喂 大家中國人 喂 我們香港人一向靠開自己 你不用看我們台戲 好了 他說 習近平主席強調 全面準確堅定不義 長期堅持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做到不變形 不走樣 這是最令人幸福的鄭重宣示 習近平主席真的強調過很多次 我也記得是前年下來的強調 現在你們能不能做到 有沒有變形有沒有走樣 大家總有數 我想買一份香港日報看不到 是不是 說什麼 你懂不懂 鄭雅巷 不要說這些 不然始終會出事 好了 你今時今日還去賴這個地雷 地雷論 就是 就是 就算有 你二十九幾年都拆不了 就是 還有 你二十九幾年 即是一九年前 那些地雷 你什麼都拆掉了 現在我們看看 這些是不是 彭定康落幾地雷 他們覺得是 社工註冊局 多三名 選民 辭任 那你覺得他們辭任 是地雷 還是因為 他不讓他們 去民選 社工註冊局 那些委員 那你就沒有事 首先我還沒搞清楚 社工註冊局 那個民選議員 究竟是不是 彭定康 那時候埋的地雷 我也不知道 好了 昨天多三個 陳國邦 鍾威倫 和陸鳳婷 辭任 社工註冊局 的民選成員 自此 27名成員裏面 就剩下4名 民選成員 即是說 如果他們三個不遲的話 就有7名民選成員 那他們為什麼遲 我們不需要深究 我只是看看 政府提出的 社工註冊局局 那一組方案 成員增加到27人 而委任的是17人 即是 你的民選都有10個 在這樣的 情況下 我是民選議員 我也不做 很簡單 我怎樣 10票民選 全球 我都贏不到27個人 10票 那我還做什麼 那這些是不是地雷呢 好了 東方今天是頭條 有法國爛財 這些不是什麼政治事件 但是 其實我覺得政府也很低能 是什麼事呢 就是 其實就是 有些不法之徒 利用政府 在2020 2021 20122 推出的百分百 擔保特位貸款 於是 那些不法之徒 招攬 在網上招攬 一些不同的人士 找一些空巷的公司 全盤假數 找一些名字 可能是給他們三個幾千 偽造出糧 那些收據 偽造一些營業文件 就騙了政府 說有很多單 開了三間公司 騙了政府 42份申請 總共2.1億 即是平均 五六百萬一個 這樣 你怎麼這麼容易 壓幾個政府 喂 雖然是on that system 這麼容易壓幾 兩億多 那這些是不是地雷 我還要問 就是我當日沒有很用力去追 喂 我去申請百皮 沒有給我說 我不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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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我現在 就算那時候 我盤貨 我不想大 過你一般的店 我真的敢說 一般店 我不要說超級市場 說一般店 你現在進去濕條文 每款 三瓶 兩瓶 我進進去 100瓶 不代表我生意多 是我 我喜歡 多貨 不是有氣勢 喂 喂 這些 當日為什麼要百分百補貼 因為你不讓人家開店 是不是地雷 現在香港的環境 大陸的形勢 是不是因為封城 令人改變了習慣 慢慢 即是除了其他政治因素 之外 這是很大的因素 結果復甦不致如期 那這些是不是地雷 許家印是否肥的 喂 許家印是否在香港沒什麼 我先說香港住 你怎麼賴什麼 老實說 你說去麻雅地雷 難道你2019年那一刻 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林鄭月娥 那是不是林鄭月娥 你可以說是賣地雷 因為那時候 但是林鄭月娥加入政府的時候 白天雷 還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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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賣地雷 所以賣地雷就在英國叫他回來 所以賣地雷就算真的有地雷 你這麼多年都拆不了 就是你們官的問題 好了 另外 牛角 那這些是不是地雷 是不是彭定康埋的 我覺得也是有林鄭月娥埋的 本港餐飲業 未有預期的復蘇 開關之後 不是復蘇 是欺多無了 是欺多了 你那時候 那些人在那裡 偷偷摸摸 還叫他有得吃 現在真的是沒有人 我每一晚 下班的時候 我經常走過去 看一看我對面的打火鍋 春夏秋冬 沒有人 那裡 那裡已經算是奇蹟了 我上一次開關之後 只剩兩三個老人做 以前還有一些年輕的阿姐 那些都沒有了 好了 醉福樓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 榮譽會長 我都不會說他的名字 大家應該吃他的 王傑朗 昨天就說 佛寶公佈 昨晚 7月15號 會關閉奧凱城的牛角 和MMC MMC可能沒那麼旺 牛角 是不是因為奧凱城這個商場 真是倒腳一點呢 好了 但是奧凱城也有很多西九的居民 牛角照計都頂得瘋 7月31號 再關閉陶大花園的永華日常 和牛角次南方 這間牛角次南方 我想 是不是 不是牛角 可能是一些 再開出來的周邊生意 他說 不會拖欠 員工薪金 也不會拖欠 供應商的貨款 他說 江榮就不是了 但一定就不算可恥 他會負責任這樣關閉分店 有十幾二十人 起碼沒有工作 十幾二十個家庭 所以呢 我就明白很多人想攬炒看香港怎麼死 但你一定有想著你會付出代價 你又說不怕 執拾十家開十六家 你又說轉型 浪費 結果 你做些什麼 你做些什麼 你政府都不可以帶到香港轉型 平時你依靠香港 一個店主要自己轉型 其實老實說 其實老實說 政府 我真的不覺得你要去 怎麼帶動香港轉型 甚至帶頭怎麼搞中金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呢 政府 你要顯示 你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治安好的 很公平的 不會下政治行先的 慢慢地恢復別人的信心 從來香港人 包括外商 都是自己來找機會 尤其是你現在這幫 十九號 七頭 你說你帶動我都不相信 你相信你那些有幾個有可下場 包括什麼黃大仙虛 又不知道什麼 中環不知道什麼事襲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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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二十元魚蛋都要輸了 好了 好了 暫時好像是廟街開頭 那些人 吵到一點點水 但你要記住 他們已經是絕景之中 以前 你屎都沒有吃 現在有屎吃 那樣的意思 好了 黃潔龍 他呼籲同業 要量力而為 這些真是 什麼 千萬不要 過分死頂 輸身家 我們見到屯門那個可能就是這樣 他又說 將來營商環境如果有改善 他會恢復分店的數量 他講笑這樣說 今時今日的香港 如果不收拾幾間店舖 三幾間店舖 很難跟餐飲業的行家 做自己人 他說 經常聽見光榮業這個詞語 他說 收拾就不光榮了 不過就一定不可恥 最重要是負責任地收拾 不要拖火器錢 不要欠貨數 可以不欠業主錢就更加好 但是因為 很多人就是因為 不想這樣搞掃法 於是不斷拖一月 拖一月 最後你很難不欠錢 他網友說 資本主義 有假民主 有債務 社會主義 獨裁政權 可以完全壓倒資本家 清朝皇帝都是獨裁 取決於往的能力 有人這麼傻 上去看看是誰 是不是我們的熟識網友 民主的出現 都會有暴政等等 我也知道 這些相識 民主的政治比其他人 就好在一樣 有收補機制 有獨裁者是廢的 他分軍來的 是低能力 可以踢走開 我都不說你好不好 我只是想和你看現實 現在發大國家地區 有誰是獨裁的 講完了 你給我一個一個 好休息一會